呛呛三元熊 哎 佳辉 韦杰好像是属虎的是不是 不是啦 是因为每次我来都要讲虎的话题 就属虎了 真的耶 我每次 那上次什么虎庙也是我 泰国的虎庙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被贵节目定位为母老虎系列 所以有老虎要找我来 是因为这样 你这么温和 也有母老虎 可以走小猫路线 对对对 还有那个河东狮猴 我还没跟你说谁 谁啊 反正一谈到悲惨世界的事情 就想到韦杰 为什么 真的 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啊 自有一些运输 有一些定数 就你看千天三人行这个节目啊 时间长了啊 它就会有点诡异 沈灵异的现象出现 就是你比如说 哎 上一次讲虎 对 之间我们没再讲过虎 对 嘉宾完全是偶然的组合 然后这次又讲虎 就是他 这总是他 莫非因为你染了一脑袋 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这样我可以说一下 昨天晚上的灵异事件 因为我真的想了一个晚上 不是跟不是见鬼 跟鬼无关 因为我碰到人都讲 希望他们给我一个科学的解释 除了炒和 怎么说呢 反正有个上海朋友来我家煮饭吃 跟我煮光晚餐 煮了一桌 当然是驴的 那煮完之后 我当然就把它带进我的书房 小书房 刚开始总要看看书 文艺一下 要培养一下情绪 然后他找我书架 看有没有 以前他没有 我以前写的书 没有的书 然后突然他找到一本 26年前我写的书 我自己都忘了 那书可能叫做 心理学小品 这样 我都忘了 他突然找出来 就说 马书啊 这心理学小品是干啥的呢 他东北人嘛 这样 是啥意思啊 这样子 香港人嘴里的东北人 不是吗 你讲一下 很好 但我经常听东北人都这样讲话嘛 是 啥意思啊 这样OK 好 就在他讲这句话的这一秒钟 然后我手机微信 想起一张图片 我一看 这是26年前 那个心理学小品 那个书的封面 我还以为 这个女生会变魔术了 他左手刚把书拿出来 右手就拍了 发给我 动作之快 我看不到 原来不是 那个图片呢 是我在 是老婆发的 成都 我老婆敢去台湾了 我才敢找女生来吃饭 然后呢 是成都一个 好久没联络的 有英年没联络的 女读者 她刚好拉学后 在家里整理书架 也翻到这一本 26年前的书 然后刚好拍个照 就在这一秒钟 从成都传过来 然后同样的一秒钟 我这个上海来的粉丝 读者 又提到这个书 就是那么巧合 那我觉得 你觉得呢 我最近我准备请一些 一系列的科学家 来请教请教了 因为我跟你说 现代物理学的 这个量子力学的 这个种种发展 已经使得有一种可能 我们需要考虑 我只是说可能 我不是宣传伟科学 就是说 不管是薛定谔的猫 还是所谓的量子的 这个超距作用 哪怕是在地球两端 我跟韦杰 对吧 我往左边一转 你也往左边一转 这种是超过了光速 超过了任何速度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一切的里边 现在也已经有一些 物理学家 就开始啊 讲佛教了 或者讲什么 当然我们要注意啊 这个只是一种假说 就是说 过去科学所有的基础 物理学所有的基础 在于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但是现在呢 我已经注意到 有个别的科学家 已经开始提出来 就是我们今天在量子力学里 发现了很多现象 对吧 似乎呢 要加入一个意识 对 这就是 哎 一观察 一观察 这个事情就确定 不观察 它就是万有 它就是什么都有 哎 这种东西 我最近看有那个科学家做实验呢 他就说 哎 我们不常说什么人的第六感 有时候是突然一个感应吗 就他们后来就做一个实验说 其实有人他是缺乏 他说其实也不是你的第六感 而是你身体里面缺乏的某一种因子 这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把两组 就是两组的小朋友 比如说你把他的脸眼睛关 这个盖起来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无法 他没有办法分辨左右或什么的 然后科学家认为说 其实它是一个基因上的一个缺陷 而不是说 就是说我们常觉得的灵异现象 或看到什么不该看 有可能是因为基因的关系 那跟第六感有什么关系呢 医生是这样说的 那假如从你说的角度 就有一个解释 可能因为我成都那位读者 他找书总要一个过程 他找我的书 你要找到在拍照 在按键传给我的时候 你刚说什么量子 量子 那个东西传到我老海 从成都传到香港 九龙堂 然后我接收到 然后我这个反弹 我多么坚强 把那个反弹到 我那上海读者大佬 然后他就去碰那个书 从书架里面找我的书 然后他就说 这是啥 然后就是这样 只能这样解释吧 不然就是巧合 也很像是那个电影 就是那个星际的那个 星际穿越 对对对 他不是说他就突然书掉下来 或者什么声音 说其实有另外一股力量 在不同的维度里面推了他一下 平行时空 对啊 我也想了一个晚上 后来我 就知道我们的渺小 和我们的有限 而且有的时候啊 不得不有些敬畏 我现在不敢一个人在屋里 胡乱 很恨人 或者有一些这个意淫的想法 因为我 就会出现吗 我觉得韦杰会感觉到 但是有些事情 我就要说说 就说老虎嘛 老虎的动物园 又有新的情况了 那个女的出院了 那么她的老母亲可很可怜 被老虎咬死了 当时这个事情轰动四方啊 就是说要赔啊 不要赔啊 那么她现在提出动物园负责任 动物园赔我两百多万 对 怎么样 但是动物园方面认为 他们没有责任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这个争执 所以我就说 咱们像咱们刚才讲的 哎 你真是这老虎 他一下车 你当时看这个视频了吗 嗯 那个老虎都不是扑过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老虎是 实实然的走过来的 哐一下把他掉走了 对 很聪明 他不是扑过来咬死你 把你带回去 慢慢再 然后老娘咔哈哈 就追出去 老娘再也没回来 然后老公呢 啪啪啪 出去 哎 又回 又回来 现在这个女的说 他老公是因为 要去救他 想到车里还有孩子 小孩 车门还开着 嗯 然后说看见了远处山坡上 四只老虎 所以他老公回去就 就关车门 哎 你想 这夫妻俩到后来也聊这个事啊 就是说 说 他就说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老公这么想 是完全这个 我同意的 嗯 就是说 那边去的 跑的这母女俩 生死难说 对 但是呢 要是我也 丧生虎口了 小孩怎么办 小孩子 谁怎么办 所以你看当时老公做的这个选择 就是回到车里了 对啊 那 总是放弃老的嘛 保小的嘛 通常是这样 你也会这样吗 当然 话不说 因为老婆 老婆现在在台湾 所以可以讲这样吗 没有 逻辑非常简单嘛 老婆没了 可以再找 小孩嘛 没有啦 不能拿人家的悲剧 开开玩笑 可是说 终于正确了一回 可是那个那个判断是 非常困难的 通常就等于是说 哎 你的父亲母亲掉进河 你救谁 当然很简单 一个回答案 就是说 谁跟我靠近比较近 我就救谁嘛 那所以要判断是 非常困难 可是他要求赔偿的理据 是什么呢 要我们看那个 那个看到那个电视片 视频啊 就是他自己走下车的吧 我除非动物园 没有足够的提醒 没有足够的警告 那他当然认为 对 其实动物园的方面 他就是说 其实你是野生动物园嘛 他意思说 你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签了一个 类似切结书 或是一个契约 关系就是说 到了这个野生动物园 去的时候 你不可以随便下车 你要保证自身安全 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呢 我们不负责任 所以对于动物园来说 他负的比较是 道德上的责任 就是人道上的赔偿 而不是说 我们有所责任 但问题就来了 说实话 我们去玩的时候 确实这个合约 并不是一个 双向沟通过的一个合约 就是定性的合约 用来自保 所以现在就变成争论 是在于 动物园觉得说 我已经给你签好了 我已经叫你不要下车 谁叫你要下车 所以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有 就是消费者保护的 这个协会就说 其实不是这样说的 因为第一 你不能用这样子一个 合约就来撇清责任 本来就是动物园方面 应该要更主动 积极的去提供 就像你刚刚说的 是不是要更加小心的 说让大家不要出来 或是准备麻醉枪 或是一些救援的工作 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你要听一听 你听听他自己 他现在是怎么说的 就这个女子 这个母亲了 你先看看他的照片 就是他好像还需要一些整容 因为还年轻 就是反正伤的也是挺惨的 戴口罩 你看他下面 就是脖子后面 当时他说这个虎 他已经想不起来 这个虎是什么 他没有这个记忆了 他没看见老虎 他在他的记忆里 他最后记得的就是 这个好像背后 被什么人抓住了 然后就没有记忆了 这就医院醒来了 你看看他现在的 这个采访视频 可能比被狗咬 要腾上个一百倍吧 然后再有一种 这种撕扯的感觉 你有挣扎吗 我没有挣扎 我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下车以后 我当时没有什么状况 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周围是比较寂静的 没有所谓的任何的什么 高音喇叭的提示也好 包括救援车量的提醒也好 都没有 一直到我从副驾驶下车 然后走到了主驾驶 周围旁的时候 我才听就是听到了 来自于后方红车的 那个喇叭声 而且当时我们都认为 它是因为我们车 停在它前面了 它让我们快点走 而不是那种 其实我们上车的这种警示 我当时也是在 就是找寻那种声音 然后可是等我 就是回头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老虎了 我再往上 就是往回走 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当然我觉得得同情 人家这一家 这真是 这叫糟糟糟死不幸 但是这个女的呢 她有一阵不敢看网上的 这些东西 大家都在骂她 对 她就是网友都在骂她 她说我不是不作就不会死 她说我是晕车 她晕车就有那样的 我开车二把刀啊 很多人坐我的车就晕车 然后他们就要求自己开车 因为你 我不觉得我开的不好 她说是因为你 你自己知道 刹车自己 蒙蒙蹭蹭蹭 你自己没事 所以她说她老公开车 她就晕 她是过来 而她当时呢 也以为不在那个老虎的区域 危险区域 对 那么人家就说 进门的时候 这个有这个契约吧 算有这个契约 有这个通告 但是你知道 她的解释就是说 根本没有看呢 她以为是个停车的 一个证明什么 因为平常咱经常要 瞎签一个什么就进去了 所以她认为 她没有受到足够明显的警示 没有 这网友 我没看那些跟帖了 没什么好骂 人家这样悲剧 不管什么理由 谁对谁错 你干嘛要骂呢 我们看到所有悲剧 都应该不是同情理解 或者说支持吗 那 这是骂不骂 叫层次 我觉得非常荒谬 可是基于说 她怎么因为晕车 因为什么理由 这样走下来 也是怪怪的 也是怪怪 因为按道理 假如你说门口 除了签这个东西提醒以外 像这样的动物园 应该门口 都应该有 最起码的警告吧 应该有吧 甚至比方说我们去过一些野生动物园 你除了门口有警告 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下车以外 另外他有一个东西 临时贴在你的车窗前面的 他怕你忘了 你晚了高兴嘛 你进去之后晚了 哎呀老虎什么什么 想紧路 你就忘了 然后他有一个贴在你前面 告诉你不可以下车 提醒你 这个当然甚至有广播 一直广播说 请不要下车 当然有不同地方有不同做法 我们去非洲草原 看那个野生动物 他随行有人拿着舱的 黑人 可是我觉得黑人更可怕 他在我旁边 我怕他走火 我觉得你比老虎更让我恐惧 那他在旁边保护你 假如你说那动物园 连这些基本都没做的话 那当然是负责任 可是我们作为旁观的人 看那个视频就觉得 百事不得其解 你晕车兔 你可以叫他停一下 或者拿个嘔吐带 你没有 等于假如我们玩那种什么 过山车 对 我不能说 因为我突然背很痒 我把安全带拿开抓背 不是 他要去开车 对 他要跟他老公换过来 不管什么样是 不管什么理由 你是不可以下车 我觉得有一点点轻忽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能他就有点 情况想说 我开过来四周没人 换个车位 大概十秒五秒的事情 应该没有这么倒霉 就会有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 就会变成 对意外 就是在这个瞬间 所以现在 他们的支持者 两边也都有 有些人认为 这个 主要是你自己的责任 谁让你下车了 对吧 有些人也认为呢 说 有危险性的这种动物园 你也不能 以一纸合约为由 说进门的时候 玩那签字了 这个怎么着 就推卸你的责任 就比如说 你为什么 不把这个车外面 给他贴的这个胶条 使得他根本没法打开 因为你为什么不考虑到 他有可能 有些人急于上厕所 或者就忘了 你有没有考虑这种可能 另外就是说 这个巡逻车 当时你看 巡逻车 刚刚讲过来了 但是据他老公说 他当时巡逻车的人不下来 当然不下来了 巡逻车也手 也手无寸铁 只能 滴滴滴滴 所以他们就是说 那 有世界上有的动物园 那巡逻车里 有一种炮战 是 麻醉枪 非常大的麻醉枪 有一种炮战 你当时看这情况 扔一个 No7 是吧 三星No7 慌悔一下 把老虎也能吓跑啊 这三星 No7还是有用 防身 没事 防身两品 没有 假如说起这个责任 我突然想到一个 不太相关 可是也跟责任有关系 跟你有关系的 就是有影响力的主持人 演艺人员 能不能替药品做广告 我不晓得内地怎么样 台湾有个争议 台湾虽然是就是医美不能 就是举凡任何的艺人 网红都不可以帮医美的产品做代言 怎么了 食物呢 食品呢 食品可以 就是医美不行 因为太多的医疗美容系列 就比如说一些什么 违诊啊或什么的就不行 对 没有 我假如没听错 好像前一阵子还推动立法 连食品都不行 他说 你是 都文涛有影响力 然后后来你做这个 说这个好吃 或说健康食品有帮助了 后来发现原来无效 甚至有害的 那你要负连带的责任 所以原先是说追究你的责任 后来是说根本都可以做 那责任说起来就难说了 因为我想到有人最问到吴练真嘛 那大导演吴练真 吴练真你在台湾看电视 打开电视 好像十个广告 有八个是他做的 无不晓得为什么 从卖乌龙茶到什么健康食品 有人访问他嘛 吴先生你觉得 假如那个东西商品出问题 你要负责任吗 吴练真回答得好 看了那记者说 你妈爸妈把你养成今天这样做狗仔队 他们需要负责任吗 真的好 对的好 不要说那个记者怎么回答他 就不清楚 因为这个很难说 怎么说呢 邓文涛红他推销这个 有影响力 一个有影响力的广告 不是只靠邓文涛的 编剧要不要负责任 打灯的灯光师要不要负责任 显影师要不要负责任 为什么脊椎就演的那个呢 我觉得这个 多用钱都是你赚了呀 你赚的最多呀 那就莫名其妙了 不能用钱这个来做判断嘛 不能说用钱的收入的高低来做判断 那个市场决定的嘛 可是因为他是说有影响 因为你人家看了你 而去买这个药品 别忘记我刚才说 假如灯光师没有把你打得好看英俊 有影响力吗 没有啊 就像你那档节目把我打得那么丑 对不对 然后化妆师 我觉得你这个就有点钻牛角尖 那你你哪怕把成龙打得像个魔鬼 他咚咚咚 他还是有广告效率 我觉得他就是名字啦 就是说这个 我个人不赞成这个法律啦 我个人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觉得这样 你应该是去罚那个厂商嘛 是厂商出产的问题 这个吧 咱们还别提明星说话 还是这个就是老百姓 我从这个事情里边想到的还是 你说你生活中 你签字的任何一张纸 你都看过它全部内容吗 对 这件事情我吃了非常多的亏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会在网路上订 就是酒店啊 飞机票啊 什么的 那最近不是台风吗 那台风的就 我有个朋友呢 他的准备要从台湾到香港来 就八号风球 飞机票可以改 但是他在网路上订的酒店 然后呢 就是那种比价的那种网站 就是比比皆是的那种 他说哦不可以改 但我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能改 我又不是说我取消不住 我说我换个日期 但是他们就说 哦那也是你的关系 我们很遗憾有台风的发生 但是我们的合约里面 但是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合约在哪里 因为你他唯一的合约就可能是你 最后买入的时候 最后该勾选的最后一条 就说哦好我同意 我刚刚上诉的那个资料 都是正确的什么什么时候 你回头再看才发现说哦 就是不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可以去 呃退费啊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这样子的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一点都不公平的 就这是一个不对等的资讯的来源 就跟这个老虎 但是有的时候啊 就说你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就是觉得可能彻底 我就稀里糊涂活着算了 原来我是每条必看的 你知道你知道我曾经给他们 创过惊人的记录 这个有人找我拍广告 那个广告客户 那个小姑娘 最后拿合约给我看 我曾经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 也没一条看最后我说 哎这个酬金 你怎么多写了一个零啊 多写了一个零 我怕那女孩吓的 对因为他们公司已经签了 已经盖了章了 就拿到酒店给我签字盖章 我这样的高尚的人呢 我说多了一个零呢 你现在有偷偷后悔吗 你现在有偷偷后悔 肠子都悔清了 对对对 我就能看到这种问题对吧 哎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我我觉得可能 比如说香港银行 让我签个什么东西 现在我就发现啊 这么一厚打子 你知道吧 我已经不看了 我包括 搬到最后一页 包括公司给我签的什么 我已经不看了 后来我想他瞎写什么 多也少零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好像就基于一种 晕晕乎乎的信任 就是说我认为 就香港银行不敢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实际上我发现 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根本就不看了 对 我就签了 因为有时候是信任 有时候是无力感 不管 看也看不懂 我觉得重点是 法律文件常常是 非常多看不懂的 特别是比如说 什么甲方乙方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看我想说 你每一个字分开来看 我都懂 为什么合在一起 我不大懂 到底想调答是什么意思 就算你看得懂 什么叫无力感啊 你到最后也改不了 你提出 这个呢 这个不容易改 当然你直接对头的生意是可以 比方说我们跟大企业 大机构 没有啊 你问他 顶多是他都回答你一句 就是这样呢 或者他说这是我们的志士合约 大家都一样 你好像没什么好说 你要嘛 就要不要叫拉倒 所以这就是我们乙方的劣势 没错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这个信这个字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一方面呢 一个契约的社会 好像什么都靠契约 但是契约到最后呢 我也不把契约当回事了 我穿上去 这种人跟人 哎 你知道 我有一点这个小的这个爱好 所以我就特别拜金 就比如说我喜欢一些艺术品呢 或者一些古董 但是你知道 你喜欢这个 你就知道你有多穷 我整天为什么看见马云就想哭 你知道吗 我说你怎么凭什么你要这么多钱 你给我点不好吗 对吗 我能为祖国文化做点贡献 你知道吗 就是哎 你说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到现在都没法解释 我觉得说出来 事实上自爆我一个糗事 太糗了 对吧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因为这个让我觉得 就前一阶段 你知道 我把它归结为 我一辈子没做过这样的事 我把它归结为水逆 就我那个乌盒啊 我那个大仙跟我说 水逆期间不要做决定 水逆期间做的决定 70%会后悔 都错的 你知道 香港和里活到一个就是青铜器的这么一个古董店主 爆了一个东西 到我家里 你知道吗 哎 你说要说 你就知道我实际是多么不靠谱的人 我过去听说有的那个明星在上海看房子 太喜欢了 扔了30万定金 回家才发现自己根本买不起 最后找朋友找老大 给他磨掉了 我以为我当笑话讲那个人的故事 我当时真看你眼里拔不出来 太好了 你知道吗 太喜欢 但是是 我说我要了 他说啊 邓先生 你平常不是这个消费水平的 他说干嘛爆去里面 他说他说我刚得了 我给你欣赏一下 我给你看看 上面有这个名文呢 我给你看看啊 我就 就着了磨了 我认为 我放点 放点 我就 我说 不要懂是我的 然后我说 我能不能分期付 你让你让我分期付 我说我可以先付三分之一 我把我所有的现金 都先给 全付了 就先付了三分之一 是完全是我承担不起的 你那个价钱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抱在家 然后过不了几天 是吧 他说哎呀 人家那个客户问 你下一期 什么时候能付 这个时候水逆啊 水性逆性 走了 我已经看看 我现在有点 家破人亡的感觉了 就是开 接不开锅了 你知道吗 后来有人夸我 说 文涛 你还是个性情中人 就看见好东西 不要命的那种 你知道吗 但是我还得要命啊 然后我说怎么办呢 怎么 最后 太丑了 你要在这个行李 我今天说出去 我就没法做人了 太丑了 开始说 我实在买不起 能不能 你要把东西 那个拿走 然后呢 我交的那个 三分之一的钱 能不能 退回给我 退回部分 还是全部 当然 爱说 爱说要说 有理由 所以说古董行 是个很特殊的行 你要在其他的行当里 你这个东西 肯定是退不了 定金嘛 你定金不退嘛 但是最后 一个字的合约都没有 他把东西拿走 还欠着我的钱 我也放心 但是呢 虽然放心 也是急心掉胆上 但是最后这哥们 一分不少 把钱退给我 好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